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一层这些课程 上这课我们讲到了 怎么通过Default Service Manager来获取我们的Service Manager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怎么通过获取到的Service Manager 来获取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Service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 Camera这块的代码在GateCameraService的时候 它首先通过Default Service Manager 返回来了一个Service Manager这个类型对象 这个对应的就是我们的BP Service Manager 算件课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接下来会调用SM里面的GateService 然后传进去了一个Stream 也就是各用这个类型的BP Service Manager 里面的GateService GateService GateService的时候传进去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字幕串的名字呢 就是MediaCamera 好看一下 继续一下 这张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一个序列图 我们继续往下 又补充了一下 在CameraClient 也就是相机客户端这个进程里面 它就用我们的BP Service Manager里面的GateService GateService 这个具体的代码呢 那大家可以去结合着测试应该上去跟踪一下 我们这里就一步一步去跟踪了 已经直接画出来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来捋一下它这块的一个通讯的流程 BP Service Manager里面的GateService 它首先是通过WriteStream 把我们传进去来的这个MediaCamera 这个内幕 给写到Data这个数据块里面 然后呢 通过RemoteTransact把这个Data 还送出去 同时呢 还定义了一个reply 这个数据块 用来接收 接收数据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RemoteTransact是定用到哪里了 这个Remote我们追踪代码 可以发现它返回了 这个里面的一个MyRemote这个程度表面 我们在上节课也讲到了 我们在 创建这个BP Service Manager的时候呢 会对它里面这个MyRemote进行复制 它复的值呢 就是我们传进来的这个BP班的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Remote最终就获取到了 这里我们定义我们用出来的BP班的 然后这个Transact呢 就是定用到了BP班的里面的Transact 从这里呢 我们也提供到了这个InterfaceCast 测试就是一个接口的一个转换 这里呢 只是帮我们把BP班的这个接口 转换成了BPSource Manager 对应的iSource Manager这个接口 来给我们使用 但是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最终它的一个实现 还是要 借助BP班的这一块 来给我们实现 那我们就通过定用BPSource Manager 最终定用到了BP班的这块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BP班的Transact BP班的Transact呢 BP班的Transact呢 它首先 会get一个IPC ThreadState 然后 会继续掉用IPC Thread Thread里面的Transact 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获取这个IPCThreadState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变量是空的话 它会帮我们给New一个出来 同样在New的时候呢 会对它这个MyProcess这个Term 这个Term变量 去复制这个Term变量呢 是一个ProcessState类型的 也就是 我们这里ProcessState类型的 同样会 调用ProcessState的Self函数 来get这样一个ProcessState类型的实力 付给它里面的MyProcess这个成员变量 我们在上一课讲到ProcessState 它 它会去openBunder这个设备文件 来建立起和 驱动来通信的一个通道 那我们的IPC 之外的SATA 它的通缘分量 有ProcessSATA 所以说它就间接的 可以和Bunder这个驱动 来进行一个通信 那我们接下来 在看代码也会发现了 它里面的Transsector 最终就是和Bunder的驱动 去进行一个通信 好 那我们继续 IPC4月的SATA里面的Transsector 看它怎么和Bunder进行通信的 首先 它会调用一个WriteTranssectionData 这个WriteTranssectionData 主要 就是对我们在Transsector里面 所传进来的这些像Handle 像Handle 然后Code 和Data 这些里面的 这个 数据 给付给 TR 这个类型的 变量 这个TR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变量呢 是我们Bunder驱动 所定义的一个变量 用于进行一些数据的传递 这个类型呢就是BunderTranssectionData 最终 我们 会把 这个BunderTranssectionData 写到MyOut 这个数据块里面 这个MyOut 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缓冲区 就是我们要 给Bunder驱动 发送数据 就可以把它先填充到这个里面 好 那个 WriteTranssectionData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只是 把我们要发送的数据 给填充到缓冲区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它有一个 WaitForWastePath 等待响应 这个凯数据里面呢 它会去把我们在写到MyOut 这款程序里面的数据 发送给我们的Bunder驱动 同时 等待我们驱动的一个响应 并且根据响应去执行 相应的命令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WaitForResponse 这个里面呢 它是一个while循环 而且这个循环呢 是被质疑 这个意思就会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会在这里抑制循环 直到满足某些条件 才会退出 这个循环里面呢 有一个TagWasteDriver 和驱动谈话 也就是和驱动的一个具体的交互过程 在谈什么话呢 那我们在这里 大致可以理解成 它就是告诉我们的BunderDriver 也是我们的Bunder驱动 我们想通过Service Manager 然后找到一个名字 叫做 这里我们传进来的 Media Camera 这样一个系统服务 那我们的BunderDriver 我们的BunderDriver 就会给我们找到Service Manager 然后通过Service Manager呢 帮我们去翻了一个Service 这个Service的名字呢 就是我们传进来的Media Camera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BunderDriver 是怎么知道 我们想要通过Service Manager 来找到这个服务呢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通过Transact 传进来的这个MyHandler 这里呢 我们上一节课强调过 我们要留意一下 我们在通过DefaultService Manager 用这个BPBunder的时候 传进的这个Handler 这个0 这个0呢 就是用我们的MyHandler 记录下来的 所以说 我们再通过BPBunder的Transact 发送 传送的时候呢 这个MyHandler就是0 同时我们 再传递给驱动的 这个BunderTransactionData 里面 把这个 Handler 付给了 这个结构体里面的Handler 那我们呢 驱动程序 一个是BunderDriver 在这块 就会根据Handler 等于0 直到 我们是想要通过Service Manager 来 过去 我们想要的这个 当我们的Service Manager 帮我们把这个 服务给找到之后呢 把我们的BunderDriver 会相应的在它里面去建立一个Bunder实体的一个引用 最后呢 BunderDriver 会把一些相应的信息写回到我们Clent这端 Clent这端呢 会根据 Driver 发送过来的一些命令 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 处理命令的时候呢 这里代码上对应的是一个Switch 语句 有不同的Case 分别 对应的不同命令的一个处理 对于我们Get Service来说 比较重要的一个是BR reply 在BRreply里面呢 会对 reply 这个数据块 里面的一些数据 进行填充 其中 填充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也是一个我们的Handle 这个Handle呢 就是对应的 我们所需要get 就是想要get的那个Service 它的Handle 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reply 我们在BP调用BP Service Manager里的 Transact的时候呢 传进去了一个reply的这个类型的数据块 这个区块呢 在这里已经被填充了 之后 我们会在 BP Service Manager的Get Service里面再继续 就要用reply的read StrongBender 这个read StrongBender里面呢 我们 进一步跟踪它的原码 就发现它最后也就用到了 get Strong Proxy for Handle 这个Handle呢 是怎么获取的呢 就是从我们的reply里面获取的 也就是 也就是 在 这块 给填充进去的 那我们 通过 这个handle 同样的 去new出来的一个BP班的 并把这个handle 付给 这个对象里面的MyHandle 给记录下来 为什么我们在client这一端调用BP Bender 就会相应的调用到对应的一个系统服务 而不会 凋乱呢 就是因为 有这个MyHandle 这样一个表量 给我们做区分 来保证我们 能够调用到正确的一个系统服务 这个是getService getService getService呢 最终我们看到 它是帮我们同样的 new起来了一个BP班的 然后给返回 返回到我们的timeClient 就是相机的客户端这个进程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 定用完getService之后呢 我们获得了一个Banner 也就是SP Banner类型对象 这里呢 同样对应的是一个BPBanner 我们再往下看 同样的 我们会看到 这里也会对应到 interfaceCast icameraService 然后把我们刚刚 所获得的一个BPBanner 给传出来 这里 interfaceCast icameraService 对应的也是会定用到 icameraService里面的 sinterface 帮我们 用一个BP cameraService 出来 并且 把我们的 BPBanner 然后 复制给BP ifBase里面的 MyRemote 最终 会将BP CameraService 返回给我们的 客户端进程 好 那我们 现在 已经 更进一步 学习了 怎么通过 DefaultService Service Manger 来获取 默认的Service Manager 这个服务 同时 我们也进一步 学习了 怎么通过 调用Service Manager里面的 GetService 来获取 我们想要的 一个系统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 CameraService 那我们就来 比较一下 获取Service Manager和 获取我们想要的 CameraService 这个系统服务 这两个 过程之间的一个 相同点和不同点 好 我们获取Service Manager的时候呢 第一步 我们会 通过调用 PersetSATA 获取一个 PersetSATA 对象 然后 建立和BandDriver的 一个通信的一个通道 那我们看到 我们在GetService 也就是获取我们的 CameraService的时候呢 它调用的 Transact 最终 在 IPC3的SATA里面 也会 对用到 PersetSATA的SATA 获取一个 PersetSATA的一个实例 这里呢 也可以建立 我们和BandDriver的 一个通信的一个通道 所以说 第一步 这里 两者本质 都是一样的 首先建立和BandDriver的一个通信的通道 也就是把我们的 驱动的设备文件给打开 那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步 我们在获取ServiceMany的时候呢 我们第二步 会 调用 PersetSATA里面的 GetStrongProxy ForHandle了 这个呢 是直接传进去的 Handle是0 我们看到 我们在Gata 我们想要的 CameraService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 GetStrongProxy ForHandle 这个Handle 传进去的Handle呢 只不过 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BandDriver 给我们写进去的 那这里 我们就有一个区别了 区别就是 我们在GataServiceMany的时候呢 这个Handle是我们直接写的0 我们在Gata ServiceMany CameraService 这些 系统服务的时候呢 这个Handle 是我们通过 这块 IPC ThreadState 和BandDriver 的一个 通信 然后通过 ServiceManager 这个系统服务 来帮我们查找 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服务之后呢 通过我们的BandDriver 然后动态的生成一个Handle 写到我们 在这里的一个 reply 这个数据块里边 然后我们在 通过GetStrongProxy ForHandle 生成BPBandD的时候呢 就会从reply里边 读取 这个BandDriver 为我们动态生成的Handle 来生成BPBandD 这个对象 也就是说 一个 是我们直接写的0 一个是 我们通过和驱动交互 然后 最终 在通过ServiceManager 给我们找到 相应的服务之后 BandDriver 为我们动态生成的Handle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步 我们在 获取ServiceManager的时候 第三步 是 把我们在第二步 用出来的BPBandD 进行一个 接口的转换 把它转换成 iServiceManager 这个类型的接口 也就是BP ServiceManager 给我们使用 同样的 我们在 GentService 获取到我们的 CameraService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样一步 把我们在第二步 生成的BPBandD 对应的做一个 接口的转换 转换成一个 iCameraService 这个类型的接口 也就是 BP CameraService 最终 给我们返回到 Clent进程 给我们去使用 好 这就是我们通过 ServiceManager 去获取一个 我们想要的 服务的一个 过程 还有 就是 它和 我们直接去 获取一个ServiceManager 它的一个相同 和不同的地方 基本上 三个步骤 整 整体上 是一样的 这里 我用文字 来描述一下 第一个 就是通过 获取 ProcessSet 建立和Banner 之间的通信 通道 第二个 就是 用出来相应的 BPBandD 第三个 就是把 SP iBanner 类型的接口 也就是我们在第二步 用出来的 BPBandD 为 SP iService 类型的接口 比如说 我们的 icamera service iServiceManager 等等 给Clent 去使用 这三个 步骤 基本都是一致的 不同点 就是第二步 然后 在 NewBPBandD 的时候 传进来的 Handle 当我们 通过获取 Default ServiceManager 的时候 Handle 是我们直接写的 0 那我们通过 BP serviceManager 也就是通过 获取其他 系统服务的时候 Handle 是通过 和BandDriver 去一个通信 然后BandDriver 根据 ServiceManager 查找到一个结果 隔门 好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